机车主每天在路上爬爬道成为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政府推行节能减碳 尤其对电动车的补助都是增加购车诱因 整个产业面机车从上游材料产业 再到零件组装以及机车行合计产值 在2022年电动车产业链达到了2兆586亿 让不少传统机车行发现似乎得要跟着转型 才能跟上时代商机 本来他们也是一家传统机车行 却是第一印象电动车真的是未来吗 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但渐渐的电动机车汽车都在日渐增多的情况下 不想被淘汰就得要转型 台湾目前机车总数来到了约1439万辆 燃油机车占比95.6% 电动机车4.4% 而且更有约八成的机车族 未来换车依旧选择燃油车 但政府推动电动车目标不变 要迈向2050年的近零 2040年电动机车的销售更要达到百分之百 车厂也要帮忙推一把 当然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 就是心中还是觉得很抗拒的 然后甚至是说会说电动车不好 那跟消费者 有时候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个 把消费者会引导到 那个对 那这是难免的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 强制马上将它改变 这个我觉得说 电动车的推进是一个学习过程 那不管是消费者或是政府 或是我们业者我们都在学习 当有一天让电动车自然的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店家 他就会去接受这个电动车 从车厂制造到销售端再到消费者 已经数十年的习惯要改变 确实不容易 尤其车行最关心的售后服务 就大大影响到生计 看看电动车检修 他们靠电脑排查 保养次数少了 更换零件也少 油车零件结构多 机车行赚钱就靠维修保养 转型后的营运模式都要跟着改变 所以这个对传统油车来讲 他们每天 其实他们的销售 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维修 而不是销售 所以他们会很担心 我要是 就算我加入电动车之后 电动车回来的机会也不多了 因为很久很久才换一次轮胎 很久很久才加一次机油 机油还是要的 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宣导 它是电动车的优势 也是让消费者愿意投入电动车的选项就对了 有了车厂大力支持 要全面卖电车或者是油电合一都行 至少有了新出入 油车真的会被淘汰吗 炮头影响到的是外观车架电信 传动零件厂 产业供给链 面临存亡战 光是一个电系零件选择多元 甚至到哪都能收 在以方便前提下 老板认为政府2040年的目标 还是得看消费者们买不买单 电动车现在俨然成为挽救气候变迁的其中一环 淘汰油车影响到无数生计问题 机车产业的未来如何面面俱到 有待时间考验 TVBS新闻中德龙新闻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